HELLO 大家好 我是Henry BlizzCon已經過一個禮拜了 然後該介紹應該也都介紹 可是我還有一個很酷的東西沒有介紹 就是這個 Time Walker's Treasure Chess 其實應該就是福袋 亞洲的福袋 然後BlizzCon出了一個叫做 Time Walker's Treasure Chess Time Walker好像是一個 World of Warcraft裡面的一個Quest吧 這好像可以查一下 因為我沒有打Wordcraft我不知道 然後這箱東西就是 附帶就是 我猜啦 這BlizzCon賣不掉 BlizzCon賣不掉的東西 然後 放在箱子這樣子賣 然後裡面有一些 比較厲害的寶物 像是 我聽過最厲害的 好像是 摩托世界的那個 北極熊做起吧 還有一些魚人的那個造型 那個都值很多錢 可是 我覺得我運氣應該不可能那麼好 就是抽到 好anyway我們就是 開箱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個箱子 Time Walker's Treasure Chess 它 裡面到底有什麼 它是四十五塊錢 四十塊錢 然後加完稅 四十五塊 所以 四十五塊錢 看它價值多少錢 我在剛上網查了 Ebay一下 現在這一個箱子 標到一百八十塊美金 然後還有一天的時間 所以我給它 看明天標多少 跟大家講 很好奇 其實我是不期待裡面的東西 然後我也有想過說 我把這一整箱直接賣掉 我賺個一百多塊 美金也好 可是我覺得 算了算了 我還是把這種 這種很酷的東西 拿來開箱 分享給大家 比賺錢還要值得 所以看我這麼用心 花那麼多錢 大家記得 要追隨我一下 好我要開了 我開了以後就賣不掉了 我真的要把它開了 我知道裡面會有一些 玩具 有那個Funko Pop 然後還有一些 反正就是那些合抽玩具 不認識有那些合抽玩具 然後現在流行 一鏡到底 因為之前看了一個很好看的電影 叫做 一絲到底 所以我要 想辦法完全不NG的狀態下 把這一箱子介紹完 然後在很短時間內 因為 只好大家都沒有耐心 好我要開囉 我就這樣一個一個拿出來 首先是這個紙 這紙沒有什麼用 好我已經覺得 我的東西應該不怎麼樣了 好 而且我竟然還拿到一個 我原本就有的東西 好無言 好 第一個是這個 Series Series 3的PIN Series 3 好像是前年的PIN吧 這我看一下有沒有絕版 這一個值 六塊錢 所以我們等一下記錄一下 我們的手東西到底值不值 六塊錢 拿到了一個 那個鑰匙圈啊 這我完全之前完全買了 完全沒有開 然後這個好像只 八塊 所以我們現在是十五塊錢 然後還有 還有兩個這個之前是 在會場可以抽的那個轉蛋 一個一塊錢 然後裡面有時候裡面會有一些 兌換的寶物 可是我覺得 欸 為什麼我們覺得 這裡面有東西啊 等一下喔 他先給大家看一下特寫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看不看得到 是長這樣 然後可以 輕一點 可以打開來 給大家看裡面有什麼 其實我今天趁天氣很早的時候 來拍這個影片 因為 那個 等一下要去看 無敵破壞王的手印 所以現在沒事 喔沒有啦 小 虛精一場 我以為有什麼code 反正就是介紹說 這個玩具 這玩具其實還蠻無聊的 我之前買了一堆 然後可是我 沒有 認真把它擺放 因為它實在是太廉價 它就是這樣 弄成一個 Q版的一個人 看得到嗎 對 好 因為這樣子 一個一塊錢兩塊錢 所以我現在這個價值 十五 十七塊 然後好 再來就是一個 我沒有這支小美 有一支小美的方口 那這十五塊吧 所以 十七塊加十五塊 三十二 然後 兩個這個 這個好像十塊 所以是 一個十塊 兩個二十塊 三十二加二十 這樣子已經五十二塊了 所以已經是 已經回本了 欸 我發現我不是拿我要的 喔 我拿到了一個 那個兌換卡 二十塊錢兌換卡 所以是七十 已經七十二塊了 價值七十二塊 二十塊錢拿來抽卡包吧 七十二 然後還拿到了一個 哇 好啦 沒東西了 喔 拿到了一個 毛毛玩具喔 這個 魔衝世界的 去年的那個 Charity 的寵物吧 現在都 Push 這樣 這隻應該要二十塊吧 所以七十二 所以是九十二塊 所以這一個 這一整個Pack的價值 大概 原價大概九十二塊左右 然後我用四十 欸 九十二塊加稅 所以是一百塊 價值一百塊錢的東西 我用四十五塊錢買到 所以 算是划算吧 那 給大家看 好啦 沒有抽到那個 虛寶 有點可惜 然後虛寶我就削翻了 一個可以賣兩千塊 那 它 我收到就是這樣 當時其實 這個 抽這個的時候 不用 一個人不只先買一個 一個人可以買好幾個 可是因為它一個箱子很大 然後那時候我在會場 跑來跑去 因為我也不是去做生意的 然後我是去玩的 所以 我當時 排了 半個小時 然後我只買了一箱 可是現在知道啦 就是 這東西這麼直線的話 下次去應該會買個三箱吧 然後不管怎麼樣先買三箱 然後回去車上放著之類的 所以現在就知道 明年如果有一個 這個 Time Walker's Treasure Chess的話 可以買 那我這些東西都還蠻滿意的 雖然大部分東西我都有了 可是 如果說去算它的價值的話 我覺得是蠻開心的 嗯 今天禮拜天 一個開心的心情 當開始 然後等一下就去看Wreck-It-Roll 那好吧 一鏡到底結束了 那 大家喜歡 什麼想要 跟我講什麼 可以留言 然後我可以考慮看看 送大家一兩樣東西 我還沒有確定要送 可是我覺得我可以送 因為 這東西太多了 Anyway 你在影片下方 留言 你想要什麼東西 或是你覺得對這一次報酬有什麼感想 或者是 你有看我的Blog有什麼想法的話 都可以跟我說 反正 大家聊聊天 交朋友 好吧 就這樣 Bye